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荒气炎鹤奇长208 生霞42,蝴蝶39,飞猎手12,潮汐70 明朝一条龙一点灵犬收集 任务生霞奇长相宝箱飞猎手潮汐至一缝隙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集散中心右边 这一个锚点 好,到这里之后 我们把四角转到我们的南方向就下方 我们从这里爬上去 从背后这个墙往上爬 好的,爬上来之后 我们再把四角转到我们的西方向 西南方向,地图左带角 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个潮汐之仪 我们来把这一波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探角这边往上走 好,这里 这里走到旁边这里有枯树枝这里 然后往我们右手边往上爬 北方向地图算方这里往上爬 好,这边爬上来 这里也是一个潮汐之仪 但是它是被这个荆棘捆住的啊 我们来到它最北方就是它你领奖励的地方 然后绕过去 这边是有一个炸药包 捡起来把这些荆棘给它炸掉 好,既然炸掉之后我把这一怪清掉 切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 这里又是一个潮汐之仪来把这一只怪清掉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里奖励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探角 这上面这里有一个这个解密啊 这里三根柱子要同时打炸 那在我们的右手边北方向地图上方啊 这边是炸药包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给它丢到这个中间啊 给它炸开 三个同时打个炸开啊 这个宝箱就解锁了 拿到这一个奇藏箱 拿到这一个奇藏箱之后 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啊 这边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过来把怪清掉 好那切了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一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往前走 好跳到我们下一层 好跳起来在这个前方这个肩上啊 肩上有一个解密 我们直接往肩上走 看一下地图 看一下地图的这个地形啊 肩上 左手边这里有个炸药包 把这个炸药包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我们走到前方 走到前方这中间啊 这三个 三个中间我们给他丢在这里 掏出一个枪手角色啊 丢在这里掏出枪手角色 这里的话我们炸一下啊 然后把五个同时引爆 这个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基准家乡 很幼稚 拿到他 拿到他之后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啊 这里你们自己多试一次啊 东方向地图右边啊 这边我还跳 跳到这个营地里面 这边是一个怪物神手来清一下 好的 清了个怪之后来拿到这个精密奇藏像 周外的守护 拿到这个奇藏像 然后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走 就是帐篷旁边这个方向啊 打开十几个方向 从这方向往前走 好 遇到 遇到爬我们又爬 好 这边一直走到前方这个悬崖边啊 算是悬崖边啊 这一层 那低头 这边是一个荆棘 炸药包在这里 我们跳起来 把荆棘拿到 把这荆棘给它炸了 里面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虎术奇藏像 好 跳起来捡到 开启 有机会排枪 拿到之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往上走 前方那个帐篷 一直往前 好 这边这里有个帐篷 帐篷里面是一个 怪物镇守 把这一块清掉 好 清了怪之后来拿到这一个 朴素奇藏像 拿到这奇藏像之后 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 这边走 好 从这条路啊 沿这条路往前走 这条路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水池 水池中要一根柱子啊 柱顶部 是一个生霞 爬上去 拿到生霞 拿到生霞之后 再继续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过去把锚点打开 把锚点开掉 好 开了锚点 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 这边是一个解密 这解密的话 我们一直 好 我们先往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 把这个箱子给它推过去啊 然后一直往左 一直左转左转啊 一直左转啊 一直往左 往左边推 左转之后往左边推 好 一直这样推 好 给它推到位 这边出现一个金米奇长象 捡起来干用场 捡起来 借一个奇长象 再往北方向地图算方 这里爬到最高处 北方向地图算方 一直往前 爬到最高处 有一颗生虾 好 来拿到这颗生虾 拿到这颗生虾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低头右下角 在对面 低头 低头 跳下来 这边往前飞 在前方那个 那个叫什么鬼啦 瞭望塔吧 灯塔还是什么塔 然后在它的顶部 顶部有一颗生虾 飞过去拿一下 好 拿到生虾 然后再往我们的 东方向 低头右边 这边往前飞 能看到前方 有三个白色的圈圈 往这个方向飞 白色圈圈这里 好 这三个白色圈圈 然后两边 两个 里面是有花 这个有炸药包的 中间一个是没有的 我们跑过去 拿到这边的炸药 回头 不要丢进你炸 不要投资啊 就直接放下 走到中间这里 给它放下 好 这样的话 这边就出现一个 精密奇藏箱 从老捡起来 这个奇藏箱 然后再把食料 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也就是小地图上 小地图上任务 任务 亮起的那个光标 我们过去接一下任务 来找这个MPC接下任务 好 那现在我们点击最终目标 它要让我们把这个什么 电池放进去啊 就 好 那这边的话 是这个 是这个顺序啊 我们直接 直接跟着它这个砍 这个什么 砍就行了 跟着它的顺序 最后的话 我们再 要上到上方去 骇入什么 什么系统 从背后 从背后的这个墙 这个石头 这里爬上来 然后再跳过去啊 这样的话 会稍微好走一些 好 这边又是那个 联通电路 这个解密 好 那在这个什么 记录 发现了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 我们用感知啊 跳下来啊 跳下来感知 然后这边 它会 给我们一个 这个蓝色的光点 在这个石头旁边 这里会蓝色光点 点击调查 这里会出现一个 基准墙上啊 捡起来 还用场 捡起来 这一个奇仓项 然后我们再往我们的 北方向啊 地图上放 北方向地图上放 那边走 这边一直走过来 跳海雪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 来把这一波怪 清掉 好 千了怪者 我们来拿到 潮汐之仪的奖励 酬劳之外 拿到这个奖励 我们再把石条 转到我们的 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 一转过来 就能看到这里 有一只 细生蝶 好 来摸一下 然后跟着它走 给它送到之后 我们再打开 我们的地图 来到荒汽延鹤 右下角的 中枢杏标 好 好 这边到中枢杏标 把视角转到 西方向地图左边 再通这边走 好 那在我们前方 这里有两只怪在打架 两只怪在前方 有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 我们看到我们的 左手边 西南方向地图左外角 这边是它的那个空物 抓起空物 然后往刚才那个 石头的方向 跑过去 把那个石头炸开 好 好这里面是一个西层碟摸一下 好一直给它送到位 好它到位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往前走 有一个生霞 在一个管道里面 这里的话我们从旁边 从左手边 左手边这边 爬上去 好从边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我们再回头 回头跳 跳回到这个管道中间 拉到这个生霞 拿到生霞的话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